亮橙色的抢眼外观 犹如大型桥石起重机的独特造型 处理于一二路与信尸路口 以电梯及天空步道 衔接中正公园卓普坛的基隆塔 让人惊艳 不过这一座60米高的国门新地标 大胆创新的想法 却是源自于民国105年 由基事府举办的大学生净土作品 用电梯上山 把基隆先天的劣势 转为其他城市所没有的新亮点 他居然有一个想法是 从我们的平面 然后有一个竖梯 然后可以到达我们的中正公园 当初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想法 不过我觉得非常非常有趣 而且值得进一步来做思考它的可行性 那在经过我们市政府 还有很多的一个专家 大家一起讨论之后 觉得这个方案应该是可行 所以我就委了一个正式的案子 那请建筑师来做规划跟设计 以及净土 那最后挑选了这个方案 那当成这样的一个构想 其实它是用整个基隆市港的一个特色 用我们桥市启动机的这个意象 来设计这个树体 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 其实是经过很大胆的一个创意的发想 第二个是经过很缜密的 专业的规划跟设计 最后下定决心来全力支持 108年9月动工 109年10月立柱 110年举办命名活动 111年1月最后一根钢梁上架 以一二路旧警察局第二分局 听设为地基建构的基隆塔 施工过程并不简单 从无人看好到美梦成真 卸任市长后再度回到基隆塔的 内政部长刘昌感触补生 整块都是研盘 所以我们采取的是钢构跟基桩 先用桩在土壤里面把它插稳 然后再用青钢构钢的概念 把它往上加高 老基隆人都知道 这边的腹地其实非常的狭小 那这么大的一个建筑量体 要在这个地方施工 它难度其实非常非常的高 那第二个它还有一个横跨到 我们祖谷坛后方的一个空桥 那这个空桥横跨的一个距离长度 其实非常的长 在施工难度上也非常的特殊 跟艰困 所以克服了非常多的一个困难 还有包括协调重要的部会 包括林务局等等 解决用地的一个问题 那经过了七年的一个努力 现在正式能够来启用中间的辛酸 这个部署为外人道 串联山海城的基隆塔 视野辽阔很过游客好评 光效益更外溢到临近的夜路商圈 人潮多了两层 也让基隆被世界看见 你知道真的很美 很想再来 对 有机会一定会再过来 光景很漂亮啊 看到什么 看到这个 还有这个基隆塔 很赞 超美超赞 看起来也好久啊 很直的来看就对了 对 这次就住这 今天看这个基隆塔 你感觉如何 这有漂亮喔 有漂亮喔 漂亮有漂亮啦 阿英伟企业不一样 基隆市政府 有这个眼光 还有这个很精准的规划 做了这个地标 让很多人可以更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到基隆 因为以前去中策公园 都要爬上去 现在坐电梯就可以到了 可以带动其他 就是旁边的一些店家 然后让更多的人 可以来到基隆这个地方来玩 像前半年生意都比较惨 那那个这个塔一上来 最近的那个客流量啊 人潮都变得非常的多 所以我觉得这个基隆塔 对于附近的这些观光啊 都很有帮助 其实这边第二分局 其实是没有人去注意的地方 对 然后就是常常会有警察来往 但是 一二路这边也比较冷漠 相当于巴豆子和平岛其实是比较冷清的一个地方 只有在地的 自己等于说隐藏的一个地方 那有了基隆塔的时候会吸引很多人来这边看 然后也会看到说 呃在之前适应的时候很多的一些旅客 都会去走走巷弄 去看一些巷弄里面的一些东西 历经一年的整备 找来知名的远见杂志进驻人文空间 接棒基隆塔这项重大观望设事的基隆市长谢国良 强强连手扩大效益 让世界看见基隆 也让基隆迈向全世界 为什么要用远见来作为我们的品牌 因为我到那上面一看 那上面的空间没有想象那么大 但我们如何能够变成真正变成亮点 就是要让世界海内外有名的人来到基隆 那来了他们一定会有一个目的 他们不可能只是存观光 所以让他们来做新书的发表 然后也让这些名人来认识基隆 所以让世界看见基隆 让基隆也可以看到世界 很谢谢过去这个林前市长 把这个基隆塔盖好 那我们来把它完工 然后把它做顺利的招商出去 我觉得远见人文空间 加空书未来会是基隆的另外一个新的亮点 任内在基隆塔规划出空书屋的 前文化局长陈敬平也认同 透过阅读让基隆塔不只是拍照打卡乐点 更是有文化的能文地标 当时我们就希望在这里 能够让人家有一个住宅跟休息 跟欣赏基隆市美景的一个空间 那用阅读这件事情来吸引大家来到这个地方 这是我们过去几年来一直都在做的事情 那我今天非常开心看到 过去几年来的努力 一个梦想在这里已经得到了实践 开心的雨来自台中的游客自拍 牛厂表示 拥有无敌山海美景的基隆塔 吸引爆满人潮可以预期 未来重点在于人流管理 及如何带动周边商机 议长佟智慧也提醒基隆市政府 有责任做好规划 我想这个地方爆满人潮非常的多 是完全可以预期 也是我们当初所设定的 所以接下来可能整个的一个管理的一个机制 包括它的一个收费收票 动线的一个规划 我想我们带动整个基隆 包含我们人爱区的庙口等等 整个商机都会非常的蓬勃发展 这是一个未来基隆市政府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 从塔顶天空步道高处俯瞰 基隆市港美景尽收原底 除了被总统蔡英文称赞碧美台北101大楼的基隆塔 周边还有神秘的新的路反空洞 上方的中正公园扇行广场 以及天空步道尽头的珠卜潭等旅游景点 值得你一探究竟 漫步品味 基隆这座山海城市的无穷魅力 记者张祈腾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